上一讲给大家讲了货品策略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现实营销 下面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饥饿营销 那么在饥饿营销当中 我们强调什么东西 强调限量 你看看 那么多的直播间 几乎每一个直播间 都强调自己库存有限 对不对 为什么强调库存有限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拍到 当我一个东西无法满足所有人 无法让所有人抢到的时候 就有饥饿营销的作用 还是老规矩给大家拆一个案例 然后告诉大家具体怎么玩 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注意看它的营销的玩法 同时我们这个案例也比较生动 大家看一看主播的表现力 它的主播也是非常出圈的 来什么没有惨到 老哥 有千多人在线 我已经上了 6000多人在线 我已经上了11饼了 还不够吗 还不够大气吗 老哥老姐妹 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平常拖人拖关系 不可能低1000块钱 我自己在直播间的话呢 都不低268的 还不够大气吗 我天哪 7000多人在线了 各位朋友 人数比较多啊 就这样的金牙含量 尤其这种牙包形状 朋友扑二茶呀 抢不到太正常了 我们不可能上几千单呀 各位朋友 要提高手术 坐在路由器旁边 今天这个大福利 每个人现拍一单 很Drama 对不对 但是有被这种氛围感染到 实际上现在很多大的直播间都是在输出情绪的 除了话术本身之外 主播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说主播的状态不是说让大家拼命的嘶吼 而是说你找到最好的一种传递你情绪的方式 你可以温柔而笃定 但是你要把情绪给传递到位 下面我们带着大家来具体的拆解一下话术 注意了啊 朋友们 就是我们学习话术 拆解话术的时候 要看到话术背后的逻辑 不是把别人直播间的东西照搬到自己的直播间 看一看它是以什么框架在进行渲染的 我们一句句的来看 老哥 六千多个人在线 我已经上了 这句话 他潜台词是在强调什么呀 他是想强调在线人数吗 不是 他想强调的是僧多肉少 对不对 我的在线人数很多 但是我的单量是有限的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主播的潜台词 看清楚问题的本质 不要只学一个表面啊 然后六千多个人在线 我已经上了十一饼了 进一步僧多肉少 对不对 还不够吗 还不够大气吗 这个地方它有一点小小的技巧 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反向营销 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憋单憋太多了 憋单憋时间太长了 放单放的太少了 用户是会有反向负面情绪的 说主播我蹲了这么久 还不放单快放呀 或是主播这么多人就上这么一丢丢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播相当于是 我先把你想说的话给你说出来 让你无话可说 就是我六千人在线还不够吗 还不大气吗 就不让你有反向情绪 对不对 说明我已经很大气了 接着干嘛呢 说老哥老妹妹如果是你的话 你平时脱关系不可能低于一千块钱 我自己在直播间的话 不拉不拉吧 这在干什么呀 强调产品的价值 说明我这个东西它是真好 所以我不能大量放单 对不对 这个东西平时你一物难求 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 我正是贴钱在做福利 这是他的潜台词 我天呐 七千多个人在线 人越来越多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看到了没有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各位朋友们人数比较多 就这样的金牙含量 尤其是这样的牙包形状 朋友普尔茶抢不到太正常了 这个地方在干嘛 大家想想这个地方在干嘛 它在穿插饥饿营销和产品价值 就是产品价值和饥饿营销穿插进行 这叫做主播的节奏感 大家不要营销的时候 光半个小时一直在讲营销福利 你要营销的时候 同时穿插你的品牌背书 你的人设以及你的产品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主播脑袋是一直在想事 一直在赚的啊 然后说各位同学们提高手速 坐在路由器旁边 营造这种氛围感 今天这个大福利 每个人只现拍一单 进一步渲染这种稀缺感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我带着大家升华一下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抖音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的用户已经不是两年前的用户了 我们两年前在直播间里面说来小关小处点起来 灯牌亮起来 主播马上就要炸福利了 用户可开心了 对不对 福利没听过 怎么直播间还有福利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直播已经进行了两年快三年了 所以用户该见识的都见识过了 对不对 该玩的套路 他们也都见识过 甚至可以识破你的套路 用户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买账的 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主播们啊 我们的主播朋友们 我们的运营同学们 我们的老板们如果想要去调主播的话术 调主播的节奏的话 一定要站在用户的视角去出发 我们在主播说话术的时候 一定要最终达到的是 真的让用户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现实的 它是真的限量的 因此大家不要盲目的走流程 这个东西只有50单 我们今天拼手术拼网速了 没有福利感 用户已经不相信你只有50单了 都知道这叫饥饿营销 所以在里边注意几个具体的点啊 第一个在话术层面上 你一定要加上一个无法大量放单的原因 啥意思 我之前做主播培训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主播也是 今天这件衣服还有最后三个名额啊 还有最后三件了 拼手术 拼网速 用过麻的 不信的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 到底你为什么你开个店 你拿三件衣服过来卖 你卖什么 你卖什么衣服 你做什么生意 对不对 因此怎么样进行无法大量放单的背书呢 你告诉他原因 比如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马上就要过年了 对不对 工厂都已经关门了 工人们也不加班了 所以我们这衣服没有办法再翻单了 现在只能拼手术去简陋一下 我们最后几单了 它是不是就更有幸福感一点点 对吧 或者说朋友们 我们线下全国有465家门店 线上有10家门店 在同步销售这个单品 所以这件在线下就是一个大大的爆款 因此拿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只剩最后三件了 而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福利 要比线下还要更多一些 是不是 它的幸福感就更加增加了 而且这个地方 你相当于还进行了一波品牌的背书 让大家知道你品牌的实力 让大家知道你全国线下有好几百家门店 同时进行了一波塑造信任 是不是 因此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当你在营造库存的稀缺感的时候 你到底如何让用户真正的买账 如何让用户真的融入到你的氛围当中来 与此同时 不要光顾着营销 你营销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们 他们到底抢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产品 这个价值感一定要塑造到位 因为最终用户不是为了参与活动 而参与活动 是因为被产品的价值吸引 所以才参与活动 能理解啊 这个就是我们话术上的重点 第二个是 货品上的重点 一个货品 这个玩法 它的前提是 它真的能引来流量 它真的有爆款的潜力 你再去憋单 如果这个直播间里面 如果没有人想要你这个单品 你直播间里面这个商品的曝光点击率和点击成交率 都不高的话 它没有爆款的潜力的话 你憋单很难进行 用户也不买账 用户就是一脸麻木的 看着你在憋单 然后刷走 对不对 所以在货品上 我们这个玩法适用于引流品 或者是有引流效果的爆品 都可以啊 第三个是 在操作层面的需要我们团队配合的时候 主播在第一次放单之前啊 开架之前 中控是需要锁库存的 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在憋单 憋单是为了憋人 把人数先把人气给怼上来 对不对 在人气的最高点进行放单 所以开架之前锁库存 然后开架之后 中控就配合开库存 配合开库存 开完库存之后 这个时候相当于用户开始在抢了 对不对 降续报库存 比如你放 先给大家放30单 你说中控就报数 还有20单 还有8单 还有5单 还有最后3单了 还有一单 一定要降续去报啊 营造这种紧张的氛围 我之前做主播培训的时候 最先开始我们的中控 每一次都是最后一单 什么时候进来都是最后一单 最后一单 最后一单 我说用户信吗 用户信不信呀 你回回进来都是最后一单 你只有最后一单 你开门做什么生意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在这细节的把控上啊 每一个环节都要把控到位了 降续报库存之后 然后锁住库存 拍空了 最后就是拍空了 对不对 拍空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有人没有抢到的 是不是 或者是人意恩物损失心理 他想再抢一波的 这个时候去提库存 然后再开库存 再放单 又可以做一波密集成交 这个就是整个的操作流程 总结一下 饥饿营销 我们给大家分析的是一个茶叶的案例 对不对 格外要注意一下 我中间给大家加的那几个点 话数3.0时代 怎么样让用户更加信任你 然后就是我们饥饿营销的话数重点 货品重点 操作重点